你今天不让客户占你的便宜 你永远没有机会占到他的便宜 消费免费充款法 门店是最简单的 不管你是制造业服务业农业 都可以使用 我还是以餐厅为例 你今天在这家餐厅消费了2000元 正常的情况下 是不是去前台 用微信和支付宝买单 各位是不是 今天有人讲了这么一句话 今天是我们店10周年店鸡 你只要充两倍的消费 也就是充4000元 一 卡里有4000 第二 以后是把你来这消费 可以打9折 第三 你带你朋友来消费 还有10%的积分 第四 为了教你这个朋友 你今天吃了2000块什么 告诉我免单 告诉我充还是不充 今天2000块免单呢 等于相当于充4000送2000的 各位同意吗 而且是现金抵扣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消费模式通打几折 打5折 你哪个老师教你 好了 我问一下 我收了多少钱 告诉我4000块 我要兑付4000加几千 加2000 所以我是打6.7折 各位同意吗 参与行业6.7折 亏不亏钱呢 6.7折不亏钱吧 差不多吧 赚也赚不了多少 但肯定不亏 所以这是我讲的 你把流量给锁住 首先是不是赚了4000块现金流啊 第二不亏钱呢 第三是不是来我这儿 还有很多次消费啊 然后再来思考 在哪儿去增加新的盈利增长点 所以这是我大家分享的第一个 打什么几折 第二 到底充多少倍呢 叫大家一个公式 你这个行业的利润率 诚意倍速等于1就对 所以这是标准的 绝对不亏钱的做法 好了参与行业率 毛利50% 所以要充两倍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的毛利是33%呢 你就充三倍 如果你的毛利是75%呢 你就充1.5倍就可以了 所以非常简单 你根据你的利润率 乘以这个倍数 等于1就是充多少倍 利润率越高 充的越低 利润率越低 充的什么告诉我 越高 推荐你学习 左下角这套王冲老师 亲自讲的商业模式的实战课程 里面有流量的无动打法 王老师把落地方案 给你参考 拿过去 就可以直接借借和使用